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12月15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跟大家講今天的新聞提要 在美國一名中國留學生事言恐嚇民主人士被捕 有在美港人認為迅速行動具阻嚇作用 有大陸醫生公開警告 蓮花清溫已經導致多宗肝損傷 而官方則繼續限制外國的疫苗藥物 香港教育局公布專業操守指引 要求教師自覺維護國安和支持國民教育 詳細的新聞內容 一名在美國波士頓留學的中國學生 因為涉嫌向一名將貼支持中國民主海報的人士 作出跟蹤 發出威脅和騷擾信息等行為 被美國聯邦調查局拘捕 在美國港人和內地人 軍對這次美國執法部門迅速行動感到鼓舞 並指出這類恐嚇情況十分普遍 聽馬納克胡海文報導 根據美國司法部馬薩朱塞州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的新聞稿 該中國留學生吳曉淚 二年25歲 是一名中國公民 現在在波士頓柏克內音樂學院讀書 他被控一項跟蹤罪 星期三下午在波士頓聯邦法院首次出庭認訊 了解案情的中國民主黨全委會執行長 陳廠創律師說被捕的中國學生很有計劃作出恐嚇行為 他不僅僅是說在微信上罵 他還有威脅 就是說我已經報告給國內的公安了 公安會找你家人了 他不僅僅是一個言論的問題 找了別人不恰當的了解到他不應該獲得的信息 而且威脅明確的說 聽說你要回國了 那麼你最好把機票取消吧 不然你到機場就不會被抓 在他的信裡都說了 案情指今年10月22號 有人在波士頓柏克內音樂學院的校園裏 張結海報上面寫著 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 我們渴望自由 我們渴望民主等等的字句 相信是聲援中國四通橋孤勇者彭立法 其後在10月22號至24號 吳曉雷透過微信、電郵和Instagram 向貼海報的人發出威脅信息 內容包括 再貼海報我就會斬你那隻該死的手 並說我已經投訴檢舉專線 公安會去找你的家人 吳曉雷又梳洗其他人 到處打聽受害人的家 並且在網上公開他的電郵地址 企圖進一步作出網上欺凌 而人道中國主席周峰所向本台透露 今次受害的中國女學生 因為恐懼而一直沒有報案 這樣會助長犯案者的棄嫌 這個事情就是冰山一角 生活在恐懼之中 而那些支持共產黨的 為共產黨作惡的 這些小粉紅戰狼 有吃無口 很多人經常有各種各樣的 很瘋狂的這種行為 法人生命威脅 The Committee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政策和倡議專員許永廷 曾經在波士頓留學期間 因為聲援香港的抗爭 而屢租小粉紅騷擾 許永廷表示 今次迅速的檢控行動 對所有人權倡議者來說 都是非常古無 因為四峰條事件 然後之後開始騷擾人 或者是恐嚇人 其實這個是 我覺得他們的行動是很快的 而是我覺得 整件事也是一個阻嚇的作用 要告訴小粉紅知道 告訴中國政府知道 無論是小粉紅 志願去做也好 或者他們去安排 中國的人過來 去進行這種騷擾 打壓 其實他們都是不會成功的 許永廷又指出 由於波士頓是一個高等學府的集中地 有大量國際留學生聚首一堂 加上是一個非常主張自由的地方 所以容易出現年輕的學生 因為意見交流而產生衝突 他自己也曾經因為高調聲援香港 而收過殺殺你全家等等的恐嚇訊息 他自己也向FBI舉報 並呼籲所有受害者不要啞隱 遇到威脅的時候必須舉報 否則只會助長小粉紅的不法行為 而根據美國有線新聞網CNN的報導 檢察官辦公室一位女發言人說 吳曉雷在出庭之後已經被釋放 目前還未清楚她是否認罪 吳曉雷已經被柏克內音樂學院停學 學校發表聲明說 相關行為對柏克內來說是令人不安的 但我們不能對正式進行的執法調查發表評論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方德浩 馬納克 胡凱文報導 中國鑽曼徹斯特總領事鄭希元等外交官 自然毆打香港示威者的事件至今已近2個月 英國外相突然宣布 中方已經自行撤走 包括鄭希元在內的6名外交官 意味著他們不用承擔刑責 而中方更連續發出兩篇聲明 反咬英方包庇港獨暴徒 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 更聲稱調走外交官系正常人員淪換 不過中國鑽曼徹領事館官網卻自爆鄭希元上星期 仍出席公開活動 賦予中國的留學生 自覺抵制歪曲抹黑中國防疫政策的言論 聽下呂希在倫敦報導 英國外相企澤明星期三 在《朱茶法報》預先錄製的視像講說 宣布中國已經將6個中國鑽曼徹斯特外交官調離英國 包括總領事鄭希元 這樣表明我們遵守法治 我們處理這件事件的認真程度已經發揮作用 我們會在國際舞台和國內繼續奉行法治原則 齊澤明在帖文再次以不可接受形容事件 透露曼城警方今個月初通知外交部 表示希望對6個中國外交官進行查問 請外交部要求中國政府撤銷涉事外交官的外交豁免權 英國外交部於是要求中國政府在一個星期內回應 中國政府最終在12月14日限期戒滿之前 自行撤走6個外交官 意味著他們可以逃避刑事責任 齊澤明在書面聲明中透露 對於未能查問涉事者覺得失望 中方就努力地改寫事件 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接離發布兩篇聲明 批評英國外相顛倒黑白包庇反華分子 已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 聲稱中國駐曼城總領事任期已滿 早前奉調回國 強調是正常人員輪換 過本台翻查中國駐曼城總領管理官網 當局上星期二 還有報導鄭熙元出席公開活動的消息 或他在今月4日和中國留學生舉行座談會 明顯是針對白紙運動顯示英方要求中方 撤銷鄭熙元的外交豁免權之前 他仍然被毀以重任 當日在事發現場 拟低整個過程的前香港《明報》特發組記者梁銘康 對英國外交部的處理手法覺得失望 他認為中方自行撤離涉事外交官 是為了保住免子 不想事件進入刑事階段之後 結果會很肉酸 香港監察創辦人羅傑斯接受本台訪問時說 中方公布撤離涉事外交官的時機 正值英國外交部要求撤銷外交豁免權的最後期限 顯示中方受到英國壓力 我想這個不單止是外交宣傳 亦都是中共的大外宣 個人意見 我認為英國政府應該做些行動 將他們驅逐出境 我想他們可能一直都在嘗試達至外交上面可以接受的妥協 讓中國看似是自己撤離這些外交官 我想這樣是應中兩方保存顏面的方式 我肯定這些外交官不是因為正常輪換而被切 我肯定這樣是因為曼城事件 英國國會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凱恩斯 形容攝氏中國外交官 好像懦夫一樣逃離英國 促成英國外交部將他們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事件發生於10月16日 一批香港示威者 去到英國曼城中領館外面抗議 其間有疑似使館人員衝出領事館毀壞示威橫 並且一度將香港示威者Bob Chen拖入使館範圍中拳打腳踢 不遲後中國駐曼城總領事鄭希元 接受訪問時承認參與施集 但反駁說這是他的責任 批評示威者侮辱中國領導人 自由學則電台記者呂希英國倫敦報導 中國新冠疫情全面爆發 官方繼續拒讓民眾接種外國疫苗 美國表示願意提供援助 但被中國下令禁傳媒報導這個敏感消息 由於中國操控進口藥物定價權 廢瑞新冠特效藥定價 高至近3,000元人民幣 而民間就繼續盲腸蓮花清溫求自救 有醫生冒險公開警告 濫用蓮花清溫已經導致多宗的乾損傷 連深圳衛健委也在微博發帖 暗示蓮花清溫的功效 不如黃土罐頭 但這個貼文最後被刪 聽聽情聞報導 中國各地都出現因為新冠疫情爆發的醫療告急 北京等地甚至連火葬牆也爆滿 現時中國各地醫療機構已經不堪重負 在接下來的一個多月裡 情況將繼續惡化 不過中國官方 既然沒有對輝瑞和莫德納疫苗全面進入中國開綠燈 另外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阿比 星期三表示 我們準備以他們認為可以接納的任何方式提供幫助 但據本台記者從中國中央級媒體得知 這件事被認為是高度敏感 宣傳部門已經禁止披露那個消息 另一方面被證明治療新冠有效的輝瑞口復藥PaxLovic 在中國網站上面要價2,980元 並且沒有證據顯示能夠真正買到 原中國紅十字會大病救助項目高管任瑞雄指 輝瑞口復藥在美國的價格大約是60美元一合 在中國價格這麼高 原因是中國政府控制了這些進口特效藥的定價權 那個是輝瑞原裝的2,980元 什麼藥到了中國不會 國外進口藥品的定價不是輝瑞來制定的 它輝瑞公司去向中國申請這個藥 在中國銷售的許可權之後 是國家定價 以前我們跟這些公司都會去談這個合作 我們經常會抱怨人家定價高 人家跟我們說不要抱怨我們 這個定價權不在我們這兒 在中國政府手裡的 他們是有醫院想定低一點嘛 總不會多消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接種 任瑞雄說 多年來 無論從國外治療癌症的標靶藥 還是現在的新冠疫苗和新冠口復藥 中國政府不希望這些歐美先進的藥物和疫苗 大量進入中國 更不允許他們以低價進入中國市場 認為這樣會對中國的國產製藥產業造成衝擊 那麼後果就是民眾買不到有效的藥 被迫使用那些弄虛作假的國內藥企 所生產的無效甚至是有毒副作用明顯的偽劣藥品 而現時蓮花清溫成為中國普通民眾搶奪的稀缺資源 即使是每一盒被炒到一百多元 在中國的絕大多數地方 這個療效成儀的藥品依然一合難求 幾天前 山東公共衛生臨床中心肝病科主任 就在網上公開警示 聲稱當日上午就接待了第三個 因為蓮花清溫造成肝受損的患者 還有醫生更嚴厲警告說 蓮花清溫不能預防也不能治療新冠 這個在醫生當中是常識 但因為種種原因甚至是壓力 他們只能在公眾平台保持沉默 一位甘肅的資深律師長先生對本台記者說 鍾藍三的誤導性宣傳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他又給我打電話說 現在一開始有四五十塊搶了 下面的藥店都已經搶完了 沒有了 我喜歡吧 江蘇一位基層醫生也跟本台記者說 他能夠做的就是提醒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不要吃蓮花清溫 也會提醒病人不要輕易服用 但其他的醫生不一定會提醒病人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藥的背後 涉及到吳爾嶺和鍾藍山兩位院士 之前就已經有中國醫務人員和知識分子質疑 這款藥品沒有療效 甚至認為背後涉及腐敗因素和學術造假 但至今為止 唯一來自官方背景批評蓮花清溫的 就只有深圳委建委官方微博 在星期三 以蓮花清溫和黃土罐頭對比 諷刺蓮花清溫甚至不如黃土罐頭有用 但隨後那個鐵紋被刪除了 蓮花清溫的生產商以令藥業 暫時仍然沒有公開回應相關的指責 本台記者多次打過公司的電話 但也沒有人接聽 本台記者也專程就此多次致電國家委建委 執病預防控制局和國家委建委、醫政司 但也未能得到回覆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香港教師的操守規範進一步受到限制 教育局公布專業操守指引 要求教師自覺維護國安、支持國民教育 以及慎用社交平台等 兩名前香港教師接受本台訪問時指 外國和推廣國家安全已經變成教師專業的一部分 是進一步加重教師的負擔 而當局不斷加強對教師的操守規範 只會令教師完全禁聲 教師不再是教育 只是淪為讀書機器 經歷2019年反修例事件後 香港教育局逐步加強教師的操守規範 週四 當局公布教師專業操守指引 聽阿棟書月報導 經歷2019年反修例事件後 香港教育局逐步加強教師的操守規範 在週四 當局公布教師專業操守指引 這份指引有30頁 詳細列出教師應該和不應該做的行為 在各首法治章節中 提到教師應該自覺維護國家安全 正確理解憲法、基本法和港區國安法 進入國家基本制度 如果在學校內發現任何潛在違法違規行為 應該向學校管理層、警方舉報 指引列明 教師不應該參與違反基本法、港區國安法等活動 如果被控涉及任何刑事訴訟或調查 被警方拘捕時要即時向學校申報 而面對嚴重專業失當個案 教師可以被終身停牌 而居加拿大的前中文和中史科老師 Ada週四接受本台訪問說 教育局發布的新指引只是一種政治工具 目的是將國安儀式和教師專業直接掛勾 而外國推廣國家安全 已經變成教師專業的一部分 進一步加重教師的負擔 這次政府去到頒發的一些新指引 就更加進一步告訴老師 你要作為一個所謂專業的老師 要做些什麼 那之前都可以說是持有不同意見的老師 是可以選擇去到對某些事件 對某些行為是避開不早 但是現在說到教師應該要做些什麼的時候 其實就變成是加重了老師的一些負擔 另一移居英國同樣是前中文和中史科老師 Ava同日接受本台訪問 他說教育局最新公佈的操手令老師無所適從 只是列一些籠統的操手令老師動輒得夠 他從來都沒有也都不敢定一個很清晰的定義出來 即現在他這個是很籠統的所謂操手 但是實際的內容是什麼他沒有指引 Ava又說當局不斷加強對教師的操手 規範只會令教師淪為講書機器 老師在課堂上不會再作個人演繹 而且影響私生關係 我聽到現在還在香港的同工就是大家閉嘴 其實不再是教育 就是一個講書機器 學生有問題就不會解答 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答任何東西 有機會答錯東西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沒有一個教師會再拿個心出來跟學生說話 指引在盡忠職守的張哲列明 老師不應該因個人立場 順取不符合教育局指引的教材 向學生灌輸篇旁理念 舉例兩年前 有小學教授錯誤的鴉片戰爭歷史 說是妨礙學生建立國民身份認同 那個老師當時被取消註冊 科主任就收譴責信 除了香港 其他地方都有制定教師行為守則 但不夠香港的指引詳細 而且不是針對政治、國家安全等問題 例如在新加坡 當地教育部在2013年 發布教育工作者專業行為守則 當中規定老師一定要遵守規則 例如不可以在校內飲酒、賭博或食煙 以及避免與學生發生不正當關係 以及關於使用社交媒體等行為的指引 至於嚴重失德行為 例如涉及性侵學生或吸毒等 就必須取消教師註冊的資格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董書月報導 接下來我們有專題節目時間 香港作家木語 第一本的短篇小說集《煙街》 勇奪兩項台灣大獎 去接受本台專訪時指 雖然自己未有在現場親力反送中 仍然希望透過《煙街》這部提及反送中的小說 和港人站在一起 木語形容 香港已經變成一個魔幻城市 現實比小說更荒謬 但愈是荒謬 愈要以笑面對 聽聽聽純音報導 香港作家木語的第一本短篇小說《煙街》 計奪得2022 Open Book年度中文創作獎之後再下一城 日前奪得2023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小說獎首獎 在台灣暫落頭角 評審團形容 木語透過《煙街》 再現香港後抗爭時期的生命狀態 帶出香港社會議題 和在台港人的情感力劫和黃言 木語是香港浸會大學人民及創作系創意寫作課程首届畢業生 其後在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做石士生 正式學寫小說只有四年時間 他認為自己在寫小說上還是新手 不過他覺得得獎還是有一種被承認的感覺 同時釋出一個信息 只要香港人可以寫得好的話 其實是可以在台灣的舞台上備受肯定的 而香港人是可以在這裡站起來 《煙街》在台灣出版內涵8個虛構故事 主要寫2019至2020年間香港的抗爭運動 和如何走下去等最受關注的議題 其中一些故事由高中新組成的抗爭小隊所遭遇的事貫穿 木語解釋 其實專寫香港抗爭的就只有兩個故事 但就被誤解為禁書 他笑著說當時有傳這本書在香港賣不到 所以說台灣的朋友要珍惜能夠購買的機會 他澄清其實這本書並不是禁書 更加取笑自己 說如果大家在香港見不到 應該只是因為銷量不好被落架 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 其實他不在香港 但希望可以透過這本書 和香港人站在一起 不在現場的時候我寫散文或者寫一些理論的批判 就會變成真實性出現了問題 所以那時候就去想小說 但寫小說的時候就會想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寫得很輕易或者我寫得不好 是不是就剝削了在現場的人呢 由這個思考開始去想而寫到這本書 木語希望讀者見到這本小說 不要那麼沉重 認為文學不一定是嚴肅和沉悶 都可以是滑溪 這也是他面對荒謬的方式 他引用存在主義 令個人判斷世界的主觀性打開 只要你選擇怎樣看這個世界 主動性就在你的手上 尤其是越荒謬的時候 用笑來面對荒謬是一件好事 因為黑色幽默就是這樣去運轉的 如果極權對你很嚴肅 然後你又很嚴肅地對回去的時候 你的人的動能就是很reactive 但如果你用笑去面對這麼荒謬的事情 用笑去面對那些毫無理由的壓迫的時候 那個極權就控制不到你的情緒 在這個時候你就反轉了權力落差 作品獲獎 還要是台北國際書展這種大獎 對牧羽離港一切離得太快 反而令到他原本想明年出書的計劃暫緩 他說不求太過進步 但想至少不讓自己脫離燕街這個等級太遠 他希望從今次的《港人異動》 找到題材 是新的社群應性 還是會融入當地變成當地的養分呢 他想以香港人為主體 創作下一本書 都是包括了雷大陸的studies 就是去90年代的時候 問那些香港人喜不喜歡香港的 絕大部分人都是不喜歡香港的 所以在19年的時候 整班人在叫我真的很喜歡香港的時候 是有些轉移的 但那個轉移不會留很久 現在就回到原本的狀態了 但回到原本的狀態的意思是 他經歷過很喜歡香港的情況 然後回到現在一個對於香港有一般般的狀態 這個位置就要消化了 但我就在看身邊這麼多人在這裡 快速地移動的時候 我覺得我還未理解他們的心理 所以我想用時間去慢慢去理解一下現在 在台灣的香港人在想什麼 講到書裡面的故事 木耳認為制圖這個章節 最能夠表達現今的自己 和離散港人 當中講述不同香港人 因為不同的原因來到台灣 討論在台灣建立一個香港村 凝聚香港人 不過只有一個人贊成 並說人來到這個世界是要互相幫助 然後就被嘲諷 這個不像香港人會說的話 是違背香港人的天性 木耳認為當有迫切的事發生 香港人就會團結 就好像雨傘運動 魚蛋革命和反送中時期 但其他的時候就很難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順音台北報導 最後我們有幾則新聞簡訊 以下由溫曉萍跟大家說說 美國紐約郵報引述消息說 眾議院共和黨報告指出 新冠病毒和中國政府的生化武器有關 報告披露根據公開和未公開的情報 新冠病毒從武漢實驗室洩漏出來 報告同時指責美國情報部門 將部分情報資料隱藏起來 從而淡化新冠病毒和生化武器相關的可能性 彭博社星期四報導 日本將會在新國家安全政策內 將中國描述為前所未有的戰略挑戰 報導指出 新戰略相當於對日本的安全和國防政策 進行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改變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台灣局勢緊張 包括中國向日本島催附近水域投窄導彈 以及朝鮮加緊發射導彈 都屬於引發修訂的因素 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 九龍塘港鐵站入閘機遭人以汽油彈破壞 四名男子被控串謀中火等罪名 其中一名男被告被裁定串謀中火罪名成立判囚四年半 一個名被告不服定罪 星期四向高等法院申請上訴許可 法官以證據不足為理由 駁回上訴申請 中國降低新冠病毒防疫等級 但是引爆搶藥潮 甚至連檸檬也搶 繼黃桃罐頭之後 多個電商平台檸檬告急 不少網友表示檸檬會漲價 遭到搶救 甚至有檸檬賣到10元人民幣一個 更多詳盡的新聞和評論節目 請到本台的官網收聽收睇 自由亞洲電台這一節的廣東話節目報道完畢 多謝收聽 再見 這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 油門 有關 對